兄弟 你身高多少 身高1米5 那你现在几分了没有 这么矮找不到老婆了 没老朋友接 今天有个老朋友来到恒店 我去接他 就是这位兄弟 这是一个老朋友了 跑几年前我们就是一起跑戏的 现在又来到了恒店 是吧 看一下你这个行李 箱子坏了 怎么坏了 这么不浪的箱子 对 拉的时候拉坏了 哦 就是你过来的时候都上了坏的了 对对对 怎么样 坐车 累不累啊 累啊 转了四趟车 差不多四趟 从哪里过来的 从四川过来的 哇 四川不是有2000公里吧 对的 转了好难转哦 转那个车 挺麻烦的啊 对啊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之前在厂里面打螺丝的嘛 然后现在不打螺丝了 又来恒店拍戏了 来干群演嘛 但是这个东西很冷啊 我都不敢去拍戏 就是啊 但是不跑戏没得饭吃啊 对啊 那没办法了 你先把行李放这里 行 我先放给你这里哦 然后到我这时刻装饭 好 有一位我 我一位啊 这个大爷无家 他赚了150块钱 请我们吃素餐 然后今天我要炒八个素餐 问你是多吃素餐 你吃的习惯吗 素餐吃的习惯的 没有肉的哦 没关系的 那行 你先把行李放进去 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有个 三年了吧 那这三年多你去哪里了 三年多一直在成都那边 打螺丝 打螺丝啊 那你 那你发财了没有 发个卵 你看我这个鬼样子 发财 头发都没剪 那边帮我剪个发呀 可以可以 打工的话又存你钱 你都是不存钱的吗 没怎么存哦 有多少有多少 月光之外 月光啊 还欠马云的 那你不是那个工白打了 哎呀 没白打嘛 去成都的时候还有500块 回来的时候还有500块 白吃白喝了三年 对吧 兄弟 你今天多大了 今年快30了 看不出来啊 没办法 我以为你只有十多二十岁啊 鸽子矮嘛 看着嫌小 你身高多少 身高一米五 那真的是有点矮啊 那你现在结婚了没有 这么矮 找不到老婆的 没大分别的 怎么这么说 那你是自拔自欺的 早都放弃了 躺平了啊 躺平了 过一天算一天嘛 哎呀 你想办法嘛 是吧 想不到 难搞哦 你努力嘛 我之前也是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不是找对象 你看现在你大了 根本就找不到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 趁年轻的时候 努力说找对象 三哥今年多大了 我40了 40了 40了 你看我40 根本就找不到了 你的话才30岁是吧 就努力 还有机会 等你到了40岁 基本上就是没希望了 他们过了30就找不到了 我都没找了 没有 我跟你说啊 35岁之前多少张 在35岁以后就不好张了 除非你有钱 没就是没钱 你现在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是努力找对象 努力 找对象 找对象的时候 再利益 第二条是 努力赚钱 赚钱以后 再找对象 也可以 你看你先拿一条 我有的选吗 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邪心 长得很像 刚说话都很像的 长得也很像 你会模仿他 哪个邪心 说不定就活了 哪个邪心 三十千的那种邪心 三十千 不怎么有名的 但是我看过他演的那个小评 小评啊 富裕城搞笑 我模仿一段 我说一段 你看搞不搞笑 你说吗 他说 他喜欢搞便宜货 他搞的就是便宜货 比如说他对象 好就跟对象去那个球下 约会 有一次那个球上面 下雨了 他说这大前天怎么下雨了 他抬头一看 我去原来是有人在上面撒撩啊 他还填了一下 然后他就知道了 填的 这是糖的病 咸的 这是钱的先言 然后有一只填着填着哎 怎么有味道了 他抬头一看 我去原来是只狗 我在上面撒撩啊 怪不得填不出来了 他就是演这种学评的 挺搞笑的啊 对啊 你很模仿他 说不定 一拍就好了 我又不管 努力吧 反正加油吧 努力吧 好吧 好的